台东的冰冒国中 这所曾经被列入 裁编校门单的国中 因为一位年轻校长 带领着一群老师 与学生们合力谱写出 一个属于后山学子的生命奇迹 有烟药 有烟药 有没有闻到木头的香 有 我们这边的孩子 传统的所谓的国云数字社 那些学科能力 没有像别人那么扎实 那只没有 钢筋水龄的赢家 但是我们还要漂流 或者说他们学科能力 没那么好也是一个优势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框架住他们 他们带着自己的作品 代表台东 参加德国纽伦堡发明展 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群生命共同体 如何打造翻转出 自己的干燃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